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喵喵叫 大家好,我是笑眠 这次我们来做麻辣牛肉 追剧必备的小零食 牛肉先切块焯水 我们要顺着纹路切成大块 这样后面我们才能把它撕成条状 准备一些香料卤牛肉 这些香料我们可以家中常备 卤肉炖菜都能用上 把卤好的牛肉捞出晾凉 剩下的汤也别浪费了 可以炖土豆或者虾面条吃 等牛肉表面的水分晾干之后 就把它撕成小条 同时也把这里面的筋和肥肉调出来 其实这个时候的牛肉就已经很好吃了 原汁原味的 炒锅里加一点油 用小火慢炒 把牛肉炒到你喜欢的干湿程度 我喜欢吃干一点的 所以炒了三分钟 炒的差不多了 就加上白糖 食盐 辣椒粉 炒均匀 最后再加花椒粉 拌匀之后尝一下味道 可以再做最后的调整 这麻辣牛肉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放在冰箱冷藏三四天都没问题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的朋友请帮我点个赞 我是笑敏 下周五再见 拜拜